不少用户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只是用手机浏览了某些网站并没有留下电话 但是却接到了相关行业的推销电话 国家相关部门一直在整顿 为什么还有人在拨打骚扰电话 他们又是怎么精准的获取了我们的浏览行为呢 荣盈通信专门为一些电销公司搭建外呼系统 提供外呼线路 公司冯经理表示 有很多电销公司在通过他们的系统拨打骚扰电话 只是话术进行了伪装 那个话术开场买的电影 话术开场买的电影 对 就是以回访的形式 比如说就比如说 喂你好 我这边是母母公司的 之前已经联系过 就是之前咱们关于比如说某某产品的沟通 你们现在是怎么打算的 怎么考虑的 或者说是人对面还有在了解没有 这是实际上是没有沟通过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种变通好使吗 有办法 可以 提起骚扰电话 公司冯经理说的大都是外人不太懂的圈内行话 您看点里面明确规定是不能莫拜客户的 对 莫什么 莫拜 莫生拜法是吧 对 莫拜 对 像我们 你像我们平常就说莫拜 或者说莫靠 莫拜莫靠 就是说的是 就是对方不同意 或者或者是这种 就等于就骚扰电话的意思吧 对吧 其实对 原来莫拜只是业内对骚扰电话隐秽的称呼 冯经理介绍 通过容赢通信外呼系统拨打骚扰电话 可以隐藏真正的主教号码防止被投诉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规避了 医院商那边去检测你 呼出记录的这一套 有了这样的规避技术 容赢通信会向拨打骚扰电话的公司 收取每分钟零点一元左右的通话费 大量骚扰电话 被容赢通信带来了丰厚的花费收入 容连期末是上市企业容连原通讯旗下子公司 也在为电销公司提供外呼系统和线路 在这里骚扰电话同样被隐护的称呼 莫拜 容连期末为拨打骚扰电话的公司 推出了另一种技术 来应对用户的投诉和监管 只能给您申请那种 有一个号码池的那种 有一个号码池 里面有很多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号码 就您每外呼一次就会乱写里面一个号码 就是说每次选的号码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而且有可能是以前被人家用过的 随着调查的深入接着发现 围绕着骚扰电话这个黑色产业 除了这些专门提供外呼系统的公司 还有人在为骚扰电话提供大数据支撑 杭州以鱼公司位于拱束区一个普通的写字楼内 公司唐总经理在数据行业内摸爬滚打数年 经验告诉他 这个黑色产业经常洗牌 公司技术员登陆了一家装修公司 通过杭州以鱼所开的外呼系统后台 上面记录了某装修公司给用户拨打营销电话的录音 唐总经理介绍 这些用户都是近期用手机浏览过一些家具装修网站 虽然用户没有留下电话号码 但通过他们的系统却可以直接给用户打电话 他只要有浏览 有行为 只要有浏览 比如说你今天浏览这个东西 你并没有去 就是你并没有去看看或者怎么样 也没留电话 也没留电话 就可以给这个用户打电话 只要浏览网页就行 记者不解的是 浏览网站的用户并没有留下手机号码 这个系统怎么就能拨通用户电话呢 拨打骚扰电话的公司使用这样的数据 以鱼公司收取每条三元的费用 为了进一步核实 记者也开通了一个外户账号 随后杭州以鱼公司便下发了近期登陆记者想了解的网站用户数据 手机号码虽然是加密的 但确实可以拨通 看来只要用户浏览了网站 鱼公司就能通过这个系统把相应的推销电话打给用户 涉及用户上网行为的精准大数据 成了骚扰电话这个黑色产业的香饱饱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公司都在从事类似的业务 所有网络的这个群体全都能拿出来 而且实际的就是今天你拿到的是隔一天的 就是隔一天的 所有数据都是隔一天的 它是根据它的这个用户的活动范围 是通过手机号知道的活动范围对吧 对 除了利用加密的号码给用户拨打骚扰电话 部分公司还能通过技术手段 获取用手机上网用户的明码手机号码 发取我自己广告页面的用户 我们这个管理后台呢 是就是可以是可以看到给我号码 这个的话价格有点高 15块钱一条 而郑州绿签网络公司则号称 几乎可以获取登陆所有网站用户的明码手机号码 客户用手机打开这个页面的时间 它就被破绝到了 这样好吗 对 就是它不管是买智能家居 还是买衣服 还是买包包 还是买香水 还是买什么电脑 或者是家电设备的等等 都是可以 这种数据你们一个月能跑多少 你总没有跑啊 来吧 为了证实所言废区 赵经理为记者提供了近期登陆某大型购物平台的用户手机号 全部明码 记者对部分电话进行了核实 entities 你好 你最近买过呉服用平台吗 euh有一时多有三有 你好 你最近在呉服用平台买过东西吗 都喜欢在呉服上买东西啊 赵经理特别强调 买卖明码的用户手机号是违法行为 这样的数据生意 必须通过一个不留痕迹的聊天软件进行交流 交易也只能用虚拟货币 用户上网行为等大数据就这样被滥用 并带来了严重影响我们生活安宁的 无休无止的骚落电话 无止的骚落电话